大家好,我是小诺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懒人包子的做法 天热了,要多吃这种馅的包子 清热去火,不盖住睡眠 不发面,不揉面 做法简单,出锅真的是太香了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花了两块钱买了一颗苦举 这个苦举比较大,一颗就有一斤 我们一次用不了那么多 先把苦举的叶子给它掰下来 用多少,掰多少 像这么多就差不多了 剩下的苦举我们可以用来凉拌子吃 掰下来的苦举把它放入盆中 用清水清洗干净 多洗两遍 直到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了 把苦举控水捞出 放在漏篮里,沥水备用 锅中水提前烧开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滴上几滴食用油 焯水的时候,加油,加盐 焯水的青菜颜色翠绿不变色 然后放入清洗干净的苦举 用筷子搅拌搅拌 让苦举收了均匀 焯水一分钟 苦举变了,用漏勺控水捞出 放在沥水栏里 用筷子抖散散散热 不烫手的时候,把它挤干水分 然后放在菜板上切碎 尽量切得碎一些 再给它剁一剁,剁得稍微碎一些 剁好后放入大碗中 再淋上一勺食用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油可以锁住苦举的水分 防止二次出水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条 最后切成胡萝卜丁 胡萝卜营养丰富 特别是家里有小孩子的 我们在做饭的时候 可以适当的添加一点胡萝卜 既能增加营养又搭配颜色 切好后放入大碗中 接下来在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这支饭板里面带有的东西 把它挑出来 然后搅散 锅烧热加入食用油 然后放入一把虾皮 小火煸炒 把虾皮炒香 用油把虾皮炒一炒 不仅可以去腥 还能够增加虾皮的鲜味 炒至虾皮金黄 把它盛出 放在大碗中 接下来锅中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倒入鸡蛋液 用筷子快速的搅散 炒成鸡蛋碎 喜欢吃嫩一点的鸡蛋凝固就可以了 喜欢吃老一点的 就多炒一会炒至金黄 炒好后关火 把它倒入大碗中 接下来我们来调馅 在馅料中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花椒粉 一勺蚝油 再淋上小茅香油增香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我们的苦局馅料就调好了 天字不想和面了 今天买了两块钱的饺子皮 用饺子皮做 省事又省事 取出一张饺子皮 用擀面杖把它擀一擀 擀得薄一些 然后放上我们调好的馅料 用包包子的手法把它包起来 像这样一个包子生坯就做好了 非常的快 包好的包子不用醒发 接下来直接准备平底锅 在锅中刷上食用油 把包好的包子生坯摆放到锅中 中间留有少许的缝隙 盖上盖子 小火慢煎两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再来调一个面糊水 准备200毫升的清水 往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一勺淀粉 再淋上几滴食用油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至没有面粉颗粒就可以了 这会儿看一下我们的包子 已经烙得底部微黄了 再淋上调好的淀粉水 水的量没过包子的三分之一即可 盖上盖子小火慢烙提到八分钟左右 把水分烙干 这个时候也要前观察防止烙干烙糊了 现在烙的有七分钟了 隔着盖子可以看到水分快干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转动一下锅 让包子收热均匀 听到锅中有滋滋的响声 隔着盖子可以看到水分烙干了 打开盖子 这会儿我们的包子就烙熟了 皮质晶莹透亮 隔着皮质可以看到里面的馅料 用铲子翻一下 看一下底部 金黄焦香 带着冰花特别的漂亮 出锅装入盘中 翻上桌就可以给家人们美美的享用啦 这样做的包子皮薄馅多 底部带着冰花 焦香酥脆 馅料清淡鲜香 苦菊是清热去火的美食佳品 添热吃些苦菊 可以清热去火清干米木 补盖助睡眠 而且用这种手法 不发面不揉面营养又美味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